之前說過某些星韻的片頭會做一些比較有趣的分享 但是多謝忠實粉絲B小姐的建議 都覺得真的應該要保持一個consistency 所以今期全部的星韻都會用這個Winston Churchill的嘴頭 希望他下方的那個警示名言 可以令各位去反思一下怎樣才是一個負責任的香港市民 一個公民 好了 免費二次是截止報名的 完了今期的這個星韻之後 我就會開始去抽籤 那就用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去幫大家算事業前程 那個人生的事業路是怎樣走呢 好 我想說如果今期是抽不到 不用灰心的 因為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期的二簽 然後期期那個主題都不同 好了 經常都要強調是正宗的古典西洋簽證 因為我是不會和你心靈雞湯虛無飄渺的 所以我為什麼在年頭已經是成功預測了 四月的武漢肺炎會下降 是不是呢 我們曾經錄得單日是單日感染 單日一單感染或者是零感染 OK 還有看看 世界那麼多領導人我不說 我偏偏是說金正恩出事 那又中了 那我們不要回望過去 我們要尖望未來 那接下來 下節就快 在香港的恐怖時代 要怎樣去解救呢 也都教過大家千八萬次 好 什麼叫下節 怎樣為之恐怖時代 自己去爬文 麻煩 那我今期是比較忙 因為都很多客人的反應很踴躍 因為見到我這麼準 OK 不要經常說我自己賺自己 但是I deserve it OK 同時就是 因為接下來都會做二占 所以我今期的星雲 我就不會在頭六個星座裏面 做personalized的星盤分析 但是我會做一些general的星盤分析 就是在這裏給大家去看 好了 今期的新月 日月合發生在金牛座的三道 同時 上升是在巨蟹的 即是我們今期要全部都在月亮 因為月亮就是巨蟹的主星 OK 然後我們會見到一堆紅色的線 OK 它就是四分 即是形成九十度 就去到水平座的土星 但是我想說 雖然 這個土星在一度 這個日月合在三度 即是差兩度 我們是叫within op 即是都算 他們是叫形成九十度 雖然差兩度 但是我想說 其實根據我的經驗 就不用理這個東西了 為什麼呢 日月走得很快 我們是叫一個出上位 OK 很快就會去四五六七度 然後這個土星 永遠都是留在一度 它不是好怎樣移動 OK 所以我們是不用理這個紅色線 但是我們反而要理些什麼東西呢 OK 這裡是看不到的 大家 是我們古典占星師先識的 fixed star 恆星 恆星韓韓國恆 是啦 as opposed to 我們平時說的金木水貨土 planet 閒星 如果要讀得誇章些 閒星 閒路過閒 我現在是說 恆星 fixed star 原來是這個金牛組的三部左右 有一顆叫sharitan 是啦 這樣的行星 那它是包含了什麼意象呢 OK Violence 暴力 Defeat 戰敗 意外 受傷 Danger 和危險 牽涉在我們人生哪個範疇呢 十工 MC 原來我們的事業工作 職場 會有很多的 唉 煩惱 我覺得完全不驚訝 因為香港現在經濟低迷 隨時怕被罪 所以會有很多的troubles 很多的波濤洶湧 OK 這個波濤洶湧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稍後再去解釋 會有很多的明爭暗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但是其實真的不用那麼怕 雖然我剛剛講了一堆很難聽的字眼 是不是 但是原來我們當克服了這些難關 我們是可以得到honor 得到榮耀 即是說在我們這個職場環境 如果我們是可以過五關站六將 那也是可以成功保住飯門 甚至是升職 好啦 剛剛講的這些全部的波濤洶湧 牽涉什麼人物呢 第一女人 第二尤其是讓貌捐好的女人 第三尤其是真的身材好 波濤洶湧的女人 記住我不是success 我不是要便宜女性 但是這些是聲聲說的順值 所以今期很多的職場上的關係的鬥爭 是必定牽涉到這些人物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克服所有的難關 然後最後得到honor 好 最後也要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不希望自己做完的事是鬼打牆的 尤其是這陣子真的覺得很灰 為甚麼呢 因為有時那些正經的占星塔羅帖 是真的要大家去催及鼻孔 但是那個反應反而竟然更差 即是那些無聊的照片 所以現在都為了鼓勵大家給多些反應 亦都是方便我去做一個統計 所以由今期開始 每一個初一post 每一個獨立星座的初一post 你們的反應就會奠定 你們是在十五星運的有還是沒有 初八我會做一個截止去收集那個反應 這個反應的統計辦法 以及那個計分方法 其實你當作是一個計分仔 麻煩看下面這個post的文章 文字的證文 我裏面就會教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十五再見 好了 言歸正傳 不是說言歸正傳 是快點事不宜遲博入星座 每一個獨立星座 究竟你們農曆四月 自身正體運勢會如何呢 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金牛座 今期半廚住 金牛座新月 金牛座新月 在農曆四月 自身正體運勢 哪會麻煩呢 如果是學生哥的話 就是講你的學業 會有很大的壓力 那個關鍵人物就是女老師 尤其是女老師 是年尾出生 好了 但是我相信很多我的粉絲 都是成年人 已經在打工了 我的focus主要是講 事業工作職場 就是很大的壓力 無論你是有權力的人 還是一些小小小小小 都會非常大的壓力 這裏就一定要講 你要找人幫你射走你的重擔 如果是女老師的話 或者不是女老師 如果是老師的話 你將一些工作去分派給一些女性 尤其是女下屬 尤其是如果她是年尾出生 如果你是一些不是權力階層的話 你就要去巴結什麼人呢 巴結你的女博士 尤其是如果她是年尾出生 或者是一些很長袖羨慕 很會哄老闆的女性 尤其是如果是年尾出生 你就叫她幫你在老闆面前美言幾句 我不是一定說這些人全部是貴人 為什麼呢 因為她也可以是小人 她只是一個關鍵人物 因為如果你得罪她的話 她可以加很多的項目給你 她會令到你沒有了一個長遠的career planning 她會令到你見不到你的前路 見不到你的目標 她會跟你說 行了你不要搞 她說你不要那麼多投訴 你做了手頭我想一些就行了 其他東西我會安排 這些東西會令到你灰心 所以你一定要跟這個關鍵人物 去打開一個非常好的關係 說到這裏 我忽然想起一個我自己的一個金牛的男性朋友 她也是這個page的一個粉絲來的 她的確真的有一個很厲害的女尚師 不知道她可不可以 survive 到這個 這個麻煩的關係 蛤 什麼話 現在有些人我一定會聽到你們心裡的呼叫 你們不知道你們身邊的人是什麼時候生日的 喏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真是難聽一點說 真是難聽一點說 唉 活該你們一輩子沒有運行 為什麼呢 其實這些是team building來的 有多難要做這些事 說真的 你們從來沒有問過大家 其實說真的 你們不打擾去問人什麼時候生日 不打擾去說一聲生日快樂 連這些表面功夫都不做 那就真是很難在這個複雜的社會去生存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很基本的 無論如何 自求多福 記住那個關鍵人物 只有她才可以令到你的重擔是增加或者減少 然後如果是令到你一些額外的工作減少的話 就可以令到你 focus on一些好的事情上面 即是 focus on你自己做一些很productive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它就會令到你沒有了你長遠的那個目標 你只是 focus on做一些很濕性的事情 所以記住一定要找到這個關鍵人物出來 然後就去籠落它 除了 請回你的宮殿 就是大家也可以找到這個關鍵人物